好的 今天来关心这起死亡意外 这是台中市的一名50多岁男子 清晨被人发现倒落在路旁 全身僵硬 已经明显死亡了 而死者的头上竟然是被用烧金纸的金颅给罩着 而且现场也留着两条卫生纸 死因是十分的离奇 详细情究竟如何 我们先交给记者朱贤明 好 大家看到台中市的街头 出现这一起离奇城市的秘密 一名男子已经倒落在路边的死亡 都是全身僵硬的 但是离奇的是当时男子的头上 还罩了一个大大的金颅 但是当时倒落在路边 怎么都没有人去发现呢 有人还以为说是酒醉露倒而已 但是报警的请警方来现场 一看之后呢 才发现男子早已气节多时了 而当时头上这个金颅是谁罩的呢 那目击者是十分的惊恐 来听一下目击者的说法 我早上去游泳嘛 刚我下来之后看到的时候 有点躺在这边嘛 我就跑去我们游泳池那边去报警 那你有叫他来 我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敢调查 对我不敢调查 事实上男子城市的地点 是台湾市最精华的地段 而家属听到消息之后呢 赶到现场并没有对死因的多做一意 但是离奇的是呢 当时男子的头上罩着金颅 加上身旁还留了两大条 这个卫生纸 死因的是十分的离奇 加上经过警方的初步研判呢 可能是死亡的时间呢 超过四到五个小时 已经全身僵硬了 到底是因为气温太低 或者是因为有其他塌伤的原因呢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主播 好 谢谢写明 这详细的死亡原因 现在还要进一步调查